大家好,我是来自水土保持局的助理研究员早晨 首先我要带大家回顾一个赫赫有名的饭店 它叫金帅饭店 那我想大家应该都看过 在2009年莫拉克风灾的时候 金帅饭店倒塌的这个场景 我想在座的各位一定都还历历在目 那当时在台东乡的科技员导演 他拍下了右上角这么一张的照片 而后水保局的台东分局同仁们 他们在整理照片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很惊人的事实 在40年前的莫拉台风的时候 这个区域就曾经遭受过土石榴的冲击 而造成了惨重的灾情 但是这些灾害的记忆呢 却很容易随着时间被遗忘掉 40年后在同一个区域又遭受到了台风的侵袭 那水保局这边呢 他们为了要保存这些台湾历史 历年的吐杀灾害照片 我们透过数位典藏的方式来去留存这些历史灾害的记忆 为此建立了历史影像平台 那在历史影像平台中呢 有一个功能页面称为时空地图 它展示了一个地区历年的所有经历过的事件的所有照片 还有这张照片带给我们的一些基本讯息 例如拍摄的时间 地点 提供者 还有这张影像的故事 那为了要使照片可以展示在这个时空地图上面 最重要的呢 就是要这张照片它的拍照位置在哪里 可是我们从2015年开始一直到至今 历史影像平台它累积了大约有五万多张的照片 但是却有一些照片是没有标示拍摄的位置 那么这些照片呢 就无法出现在前面的这个时空地图上面 那如果没有出现在这些时空地图上面呢 就代表我们没有办法更进一步去应用这些照片 所以在此时的此地我们需要征求各位大家的帮忙 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助我们定位 那帮助我们把大约还有两万多张的照片一起完成定位 那这个定位它需要什么技巧呢 其实只要你会使用滑鼠 我想在座的各位一定都曾经利用Google 来去搜寻过一些在地的美食这个功能吧 如果有的话 那么我们的定位照片方式也是跟这些搜寻美食 很类似 你可以挑选你曾经去过旅游过 甚至是你家隔壁小王他家的位置 搞不好都会出现在历史影像平台上面 那帮我们把这些照片呢 先找出来 然后在Google上面寻找出他这张照片 他拍摄的位置就可以完成定位了 那么你今天的贡献就是这两万分之一了 只要你觉得这一点点的贡献只是两万分之一 可是对于我们水宝局来讲 我们非常需要这个两万分之一的帮忙 而且这就是你今天会带给我们的贡献 我们会永远感谢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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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